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加入討論的來賓 資人分析師蘇維媛 大家好 邀請民生綜合醫院院長 劉怡蓮 劉院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以及財經所助理教授謝晨諺 大家好 趕快帶您來看 指數在今天修復月線 但是到底站不站得穩呢 這一波因為疫情打破了很多 我們過去做股票的邏輯和慣性 所以蔡總 是不是疫情打破了股價既有的倫理 對 白宮已經宣布 到現在美國一半的成年人 打完了兩劑的疫苗 因為這個週末 美國有一個假日 這個假日就是打完疫苗之後 第一個假日 我們來透過六公格 來告訴大家 美國的消費的傾向 不是美國 歐洲也是如此 然後我重申 台灣就是歐美的生產重症 我們的股票一定反映 歐美的消費傾向 現在打完疫苗之後 歐美的民眾從室內的娛樂 到戶外的活動 我們先給各位看兩個室內的 這個是鼎鼎大名的Netflix 我來講去年美國 大概1月 2月的時候 有一點點的病例出來的時候 其他的股票都沒有去 也沒有去 只有Netflix開始 是一路的從200多塊美金 一路大漲 為什麼 只能待在家裡追劇 對啊 但是你現在這是週末 你看他已經很久很久 似乎在盤頭 然後騰訊的ADI 騰訊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最大的遊戲公司 你看他ADI 週末一路路 你做頭了 現在你去什麼 來看 一樣是週末 從去年疫情最嚴重的4月 皇家加勒比郵輪 郵輪 郵輪 現在郵輪開始往上了 現在阿拉斯車郵輪 重新夏天要開放了 AMC 那就是大陸的王健林去投資的 結果去年開到 非常嚴重 全美國最大的連鎖戲院 疫情的時候誰看電影 但是 現在的股價一路飆 你知道今年它漲多少 漲了五倍 五倍 昨天一天就飆20% 那這個達美航空 這叫達美航空股 移入了往上 然後大家都去旅遊 美高美的酒店股價抽現 飆到了一個新高 好 這樣的時候 我們再看一下 跟我們有關了 三星曾經發表了一個報告 他說看好本季的電視機的需求 就值得第二季 但是憂慮 下半年因為群體的免疫而轉弱 什麼意思呢 大家都要去戶外 沒有留在家裡看電視了 所以電視機的需求下半年突然 三星說 我們就很擔心 你來看友達跟秦創 友達跟秦創 這一波落底之後 雖然有強勁的低級財報 我們看他似乎沒有辦法 站穩際線 而且亮縮 秦創的情況也是如此 所以其實我在去年11月份的時候 我是看好友達11塊 但是老實講 我也不會死走四行倉庫 現在看起來友達秦創 下半年的展望 已經出現了變數 所以股價的走勢可能要注意了 但是我們來再看一個 我們今年為什麼很多人賺不到錢 為什麼 他最大的盲點 沒有去注意到打了疫苗之後 歐美民眾的消費的改變 因為出來第一個不是買手機跟筆電 那都有 隔離的時候過去一年都有 出來是什麼 大吃大喝 旅遊 買衣服 買鞋子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產生了台灣的股價倫理改變 這個改變你都看不懂 你乍看之下說 這個不可能 成一雙雄的價位大於台積電 你看盧虹的價位 現在是650塊 今年收650 台積電是585 做成一的比我們 我們的護國群山台積電還要厲害 不過純粹就今年的EPS 台積電大概是23塊 盧虹應該20塊會達標 甚至不排除都達到了23或25 它的EPS的確超過 其實在下面都是我們的護國群山 什麼廣大 對 我都不是找那種小的電子 找那種代表性的大電子 你看貨櫃三雄現在的價位 都已經超過了廣大 陽明超過了廣大 因為陽明現在是98塊 廣大的話是87塊 就是超過了 但是我告訴你 今天的萬海的價位 已經超過鴻海 鴻海 旺海超過鴻海 對 你在一年前 你跟我講這個 我講你很難想像 你怎麼會不敢 你都學不會說 盧虹超過台積電 萬海超過鴻海 不可能 還沒有結束 中鋼跟中鋼鋼鐵 已經比鴻基的價位更高了 鴻基怎麼會差的東西 筆電的那個品牌 也超過了 也超過 為什麼 現在出來我要做基礎建設 鋼鐵的需求 但是筆電過去一年的基家 演技商機的時候 我已經有了 對 現在想買的買不到 還沒有結束 仿製的極勝南訪 居然超過了人保的價位 其實我們仔細細看 依依我就不講 像這個貨櫃大家都知道EPS EPS一定超過廣達 他們一季就有7塊 那廣達一整年才7塊 那一樣 中鋼跟中鋼 今年都EPS3塊 當然不會輸宏基 那極勝跟這個南訪 今年都是2塊起票 當然也超過人保 但是重點我們要講結論 你如果沒有把這個股價倫理 把它打破那個框架的話 你死守這些電子 因為過去投資人會給電子股 比較高的本益比 對 我就講結果 你沒有改變你的思維的話 今年要賺錢很難 好 那我們回來看外資 好不好 因為今天我們剛才談到 今天是投信 賣傳產買電子 但外資卻去買傳產賣電子 到底現在要聽誰的 不過我們先看他買什麼對象 比如說外資今天買 又回來貨櫃 買陽明中華華航大城跟長榮航空 長榮航空 然後這邊 還買了萬海 就金金寶城 其實買這些貨櫃 或者像鋼鐵 我覺得應該是OK 因為最近很多的鋼鐵也修正過了 我覺得買點慢慢浮現 那我們看一下外資賣的 就是我剛才講過 外資賣 賣面板 這個就我不要擔心 賣了面板的群創 好 彩金 還有這邊的這個佑達 所以面板似乎下半年的展望 似乎存在一些隱憂 好 到底電子股 還有再起的機會嗎 這個時候要買傳產 還是買電子 還是官網呢 應該買誰呢 認為應該買傳產的給圈 認為應該買電子的給他 請舉牌 到底要買傳產還是買電子呢 所以大部分人還是認為傳產有機會 憲哥 如果從去年來講 剛開始有疫情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經驗 當然電子股都一馬當先 因為電子股你看那個IC設計 本一筆可以到50倍 60倍 70倍 80倍 甚至沒有賺錢的 都可以到五六百塊 那時候天國一揮 再來的話就生計股 也是飆到那個 都飆到天上去了 但是現在回頭一看 以後我們要跟病毒要一起生活 這個病毒不會一次就結束 所以要回歸到比較理智面 理性面 就是你真正要拿出成績來 就剛剛蔡總講的 因為現在這裡 用本一筆的角度也好 沒關係 都燒到五六倍 你不買就不買什麼 委員怎麼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從今天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外資的買賣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八公格的部分 昨天電子不是很強嗎 大家本來很期待 結果今天全部都跌下來 都跌下來 那這八黨裡面 一日行情 對 有沒有這個可能 我覺得大家去注意一下 這八黨裡面其實像這個 聯電的部分今天賣了五萬二 外資賣五萬二 然後全創賣了四萬四千張 都是大賣的 所以這裡面還有機會的 我覺得大家去看一下這個敦泰 那其實也不是說非常看好 比如說如果這八黨硬要選 我要挑跟各位報告是說 我們做苦靠幹嘛硬要選 我們就選一個 我們絕對會賺 說得也是 對 我們等一下會選船船 我是跟各位講 那是拿錢去買哪個硬要選 不是不用錢 不用錢我們就算一個 對 八公格給我選 這不算 來 我們來看這是昨天大漲 但是今天下跌了 因為敦泰時候賣兩百多種 包括林立群創 金豪科 飛鴻 包括敦泰 威剛 台聚 華夏 這是昨天大漲 但今天跌我要問威元 所以是不是代表昨天經營只是短線 彈花一線的反彈 有這個可能 對 有這個可能 所以一日行進的可能是高的 電子股相對是比較高一點 好 那我們來看 昨天休息一天的船產 休息一天就可以喝了再上嗎 我們來看船產 好 船產股的部分的話 當然除了這個貨櫃輪 然後紡織跟鋼鐵的一個部分 其實都出現了一個反彈 那我跟各位來 那我們不要硬要選 那這個可不可以認真選 對 剛剛電子有點硬要選 這個就不用 因為這個反彈比較明顯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盧虹的部分 1476 對 1476盧虹 我為什麼跟各位提到盧虹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從過去 因為現在股價相當高 那之前在大盤最恐慌的時候 5月11號到5月17號 那天大盤非常 那個時候大盤非常差 我們看一下 那個時候投信買超排名的話 第一名是買台積電 然後捐血友跟你報告 第二名是買南亞科 但是第三名跟第四名 就是買巨洋跟乳虹 5月11號到5月 巨洋跟乳虹 對 投信就是買這兩檔 那台積電我們可以理解 因為那個時候戶國神山 南電他納入MACI 可是他為什麼要買巨洋跟乳虹 那個時候的大盤很慘 跌到 跌了2000多點 投信去買這些股票 代表他認為說 接下來的一個紡織類股 是有機會的 所以我會跟大家來講說 如果你要看紡織類股的話 他是一個非常指標的個股 可以去做個觀察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那除了這些這個六公格以外 大盤的部分我想跟大家回顧一下 那上個禮拜有跟大家報告說 這個時候在5月19號 那我提醒大家說 散戶在放空 所以從一萬六千一百點 加了六百點到這邊 可是大家注意 今天的散戶小白很抱歉 他有點翻多了 那大家會很擔心 他翻多是不是要跌了 我不是這樣講 為什麼他只有小小的翻多 那代表什麼 代表行情短線會震盪 個股表現的機會會比較高 那因為台股的基本面很好 從今年的所謂的一個第一劑 整個一個企業的活力加起來 大概一兆 所以基本面沒問題 因為我跟各位講 只要不要升級到四級 這個疫情升到四級 那台股的一個趨勢 我從股市分析的焦點 我們會一直在三級箱做文 各種版本的三級蛋 不會到彼岸 你放心 我們希望這樣是最好 這樣股市有機會 這個是最好 股市有機會嗎 對 不要升級到四級 那我問一個問題 因為MSCIA全重調整 明天生效 會有影響嗎 我覺得是影響應該相對不大 如果他納入的一些個股 就有機會 這個是大家可以去注意的 我覺得MSCIA影響應該 因為大家現在都Focus在疫情 所以我們回來看 那麼在個股的部分 誰有機會呢 我剛剛講說這個個股的部分的話 剛剛講到紡織的部分 其實紡織大家一定要看 傳產一定要看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又來到了一個 新低的部分 所以傳產原物料一定會有機會 再來 這一位是美國賓州大學的一個 商學院教授 他叫Jeremy Sidger 他說通膨三年內會飆到20% 那很可怕 通膨如果往上漲 原物料就會沸騰 我們來看一下 紡織重要是什麼 尼龍的報價 到目前為止 已經創下一個波段新高 我們再來看一個非常重要的股市 之前台灣是全球最強的股市 可是現在不一樣 因為台灣疫情的關係跌下來 現在最強的股市叫越南 越南股市是創下歷史新高 為什麼要提越南股市 因為台灣很多的紡織類股 都在越南有設長 所以這個對於所謂的紡織類股 是一個相對的力度的部分 好 我們再看下一張 好 這五張股票包含像 巨龍 極勝 南訪 新鮮 東榮新 其實這個都很好的股票 營收都非常好 我們如果來看 去年第一季跟今年第一季比起來 你看 這南訪成長是多少 1000% 然後新鮮是成長788 東榮新成長113 所以很明顯都往上提升 極勝的部分也是虧轉營 可是因為這些股價已經有所反應 我們要找還沒有反應的 不要去追高 就是1466的巨龍的部分 他的一個今年的第一季賺0.36 虧轉營 而且重點是去年他賺0.38 那代表什麼 他第一季賺的已經快要跟去年 快要一樣 而且他股價在19塊 是一個銅板股的一個位置 那我們來看K線的部分 好 K線的部分的話其實很明顯 他這個地方五日十日月季 如果有做紀錄分析都很清楚 五日十日月季半年限 全部在這邊糾結向上 而且他股價還沒有太大的一個反應 那他的一個尼龍纖維報價 我剛才講1到29塊半業績走高 而且本業明顯的轉強 加上低價的一個轉機 所以站上所有軍縣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好 大家都在說航海王 都在說鋼鐵人 那蜘蛛人有機會嗎 既然剛剛委員談到了訪欠 我們來問現場的來賓 蜘蛛人有機會嗎 訪製股有機會嗎 請舉牌 好 看好的給圈 所以我們看到有四票 院長也給圈 院長也看好了 所以我們看到有五票圈 一票在中間 對 如果漲得太高 短線漲太高是要小心的 因為其實現在 那像如虹這樣算漲太高嗎 短線 我講的是短線 因為現在所有的傳產 太多的題材 所以變成資金在裡面流動 那因為它又再創新高了 我要問是像這樣的強勢股 算漲太多嗎 因為 對 其實如果創新高 平均我說限制我們想像 其實我們說航運股 漲太多它又一直漲 還漲到三位數 還漲不停 那我們不知道什麼叫多 什麼叫少 就看車票本一筆 就剛剛講 它如果離台積電太遠的話 你還是要小心 離台積電太遠 因為它還是有它的局限性 不可能你就買一張 你不可能買兩張 有一些東西 那我們來問一下 另類指標好了 院長為什麼舉圈 你最近常常去買衣服是不是 所以你覺得紡織股會找 因為我不是專家說我很盲蟲 他看大家都舉圈 他就跟著舉圈了 好 長山股到底還有沒有 押回讓我們買的機會 我們也要問第二個問題 昨天我們問航運股 還有沒有拉高讓我們跑的機會 因為昨天航運很慘 所以很多人在問 還會談嗎 我們昨天現場所有的來賓都說 會談 會談不用玩樂 那今天問第二個問題 今天長上去了 那大家又要問了 那我想買 可是他長上去怎麼辦 他有沒有押回來 再讓我上次的機會 還是我就要勇敢追降 請舉牌 認為有押回來的機會 請給圈 還是要勇敢追降 我們不知道說 勇敢追降 因為我認為就是說 像那個什麼 難道他洗一天就洗完了嗎 從馬一天就洗完了嗎 因為旺海賺6塊6之後的話 第二季目前先的報告出來 大概8塊多到9塊 所以未來公布的所謂的獲利的話 都會非常讓人家 非常驚奇 所以勇敢追降不要怕 好 這是阿文賽的看法 回到航運 誰才是真正的航海王呢 觀眾朋友 你認為誰是真正的航海王 有人說長龍 有人說陽明 老謝說不是 老謝說是誰呢 老謝說 他才是真正的航海王 他指的他到底是誰呢 陳彥 其實我們先看今天 整個航運的報價 剛才娟姐一直在講說 為什麼昨天 第一天今天就衝上來了 昨天一句話 把整個航運的定心碗 就啪一個就下去了 就是昨天台化的法說會 好 那我們來聽法說到底說了什麼 網路上最近在流傳一句 一張不賣奇蹟自來 我可以加相兩句 反向加碼 嚴嚴不絕 我可以這樣子解釋 一張不賣的那一張不賣奇蹟自來 反向加碼 嚴嚴不絕 橫批 懶懶懶 就懶懶懶 就我再加三個字 我再補三個字 懶懶懶 就懶懶懶懶 對不對 所以 我可不可以先打個岔 陳先生你今天幹嘛戴這個眼鏡 我 你有那麼怕嗎 沒有 你不覺得 就是我的臉都看不到以後 整個顏值都提高了嗎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 這是事實 保護做到 好像很滴血不能跑 後來講 他剛剛說一張不賣奇蹟自來 對 實際上台化的這個 嚴董特別提到 今年跟明年整個航運的行情 都是非常好 非常多頭 那台化是不是就是 老謝說的航海王 沒錯 老謝自己看好的航海王 竟然是他不是長榮 也不是陽明 我們從兩個層面來看 為什麼老謝說他是航海王 第一個 他就擁有陽明兩萬張 那這樣算不算航海王 長榮他擁有五千張 算不算航海王 如果我們要比 持有股票的張數來講 他擁有的這些全部賣掉 就等於賺一個股本 所以我光從他持有股票的張數來看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就他的營運狀態 他的業績 昨天法說公佈了第一季業績 獲利非常有超過三塊 等於是去年第一季加第三季 加起來的總數 其實今年還有法人預估說 他今年的營運狀態 有可能賺到八塊錢 這由法人在預估 而且我們整體來看 他今年的整個營運狀態 第一季的營收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他不只有海 還有空還有陸地 三個成員都有 但是因為這個財報 這麼多 我想最簡單的看法就是這樣 第一季營收 季增 這樣就好了 對不對 是增的 四月份營收 月增 年增 海運 空運 陸運 通通都是增增增增增增增 對 他所有的財報都是增增增增增 對 當然他講這個看多有沒有道理 他不是只是航海王 他是海陸空都有 對 因為他在預言未來這件事 為什麼今天整個航運就定心完 因為他30歲就創業 30幾年他有沒有看過 整個航運 比如說逃避 調度不周 他都看過了 所以我相信有這樣的一個 他的言論的一個要求在 實際上現在我們在看整個 這個海運的狀況 我們看一下現在在洛杉磯港 你會發現說 他整個塞港的情況 其實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他不只有這個海運 為什麼我要再講這個陸運 因為現在大家發現說 我的這個鐵路運輸的費用 一直 這個海運已經漲上來了 鐵路運輸費用還沒有大漲 雖然有漲 好像差不多 費用差不多 可是他的時間已經縮短三分之一了 我們看到這個行情 你看之前運輸大概在7000 現在已經漲到10500了 美金 那其實跟海運不是差不多嗎 好 可是他的時間 但是海運會塞港 鐵路不會塞路 不會 就三分之一 所以現在整個中歐班列 就發現說幾乎都已經開始要塞滿了 好 那我們看一個 這個最有趣的是在荷蘭 一個小鎮叫馬拉塞維奇 這個馬拉塞維奇就是中歐班列 從哈塞克一路經過俄羅斯以後 到這個地方 他只是一個4000人的小鎮 可是他的火車站 既然有23個這個站台 為什麼 4000人小鎮有23個站 4000人小鎮 4000人很少對不對 一個小鎮 因為他的這個貨運 從九成從中國大陸進來以後 從這個地方再到這個歐亞大陸去 歐洲這整個區塊 所以你就會發現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開始海運空運 這些的這個運輸 整個都大幅度串升 那你說台化到底厲害在哪裡 在他的營運 除了我剛剛講投資陽明 所以他中歐班列他有嗎 有啊 就基本上我跟你講幾年前 我就去參觀過中歐班列 那時候我才知道說 其實中歐班列 他早就打底打了很多年 他的營運一條龍 從海他占70%對不對 空再到陸地 整個中歐班列的線 幾乎都被他拿下來 包括你在城南 報關 都他在做 在大陸就他那在做 所以老師說台化才是真正的航海王 我不知道觀眾朋友認不認同 但是我們回到 航運的旋骨方向來呈驗 這是航運怎麼操作 其實我們先 每次以為他要死了他就不死 對 每次以為他要漲了他又下來洗牌了 好 那當然我們不能 就關在台灣看我們自己的 航運的價格 因為你知道這是全球的趨勢 所以我們就比對一下 你發現 你看馬斯基 這個最大的 今年還是持續在上漲 從線圖來看還是持續在上升 包括大陸的中原海控也是 你看今年已經漲超過五成 好 現代商船更可怕 漲快兩倍 這是韓國的 然後日本遊船還是持續在漲 那我也提醒大家一下 記不記得在前幾集 我就有特別強到 我說在這三個裡面 萬海 陽明跟長龍 其實我特別喜歡萬海 喜歡他是因為他的 融資的使用率相對比較低 我覺得比較乾淨 那現在萬海跟台化你喜歡誰 當然 這個萬海我已經喜歡過他了 所以我覺得台化 而且 但是 娟姐 我還要再提醒大家 他是我最早的情人 我們在更早以前 那時候航運一直在漲的時候 我說我其實不太敢追 我說我比較喜歡台化 很早以前我就講過 但是我們看一下縣圖 因為我忘了 像有的來賓很厲害 2636 他可以講他什麼時候講 我是沒有什麼印象 但是你看整個 縣圖的一個發展來講 我覺得還沒有到一個程度 846會過嗎 這個問題其實我覺得 太簡單了 我覺得大家不用想太多 因為第一個 他還不到失控 我講什麼叫失控 失控的意思就是說 量能整個突然大增 然後整個 那今天量能確實大增 但是你看其實不是突然 這最近的量都還不錯 比起昨天是大增 對 但是最近的整個都不錯 我做一個對比好了 宅配通 我做一個對比 宅配通 我們看一下宅配通 最近股價很強 然後他也是在這個裡面 你看這個我就覺得 突然之間就很誇張了 因為你看金能到2萬多 可是過去的量 其實沒有像差異這麼大 像這個就突然之間暴增 所以這個有風險嗎 我覺得短線會比較有震盪 但是如果 台話你覺得比較好 回去看台話 我就覺得還好 然後萬海你還是很愛 萬好我覺得OK 就繼續 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也不要問那個太簡單的問題 135.5會不會過了 我也不要問了 所以我來問各位 也不能問太簡單的問題 因為如果我問說 後續怎麼看航運 那就通通圈了 我就不問了對不對 因為陳彥一定會說 主持人問這個問題太簡單了 那我問難一點的 到底要怎麼做航運股呢 我要做窮來窮去的盲見客呢 還是我就是 像陳彥所說的 懶牢牢的老船長 到底是一張不賣奇蹟自來呢 還是其實還是要掌握 短線進出的訣竅 應該怎麼做 要做當沖盲見客的給我圈 要做老船長的給我插 請舉牌 所以現場有四個老船長 有兩位盲見客 威元我要問問看這個盲見客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看2615的萬海 為什麼盲見客會喜歡去當沖他 因為萬海的股價超過100塊 100塊他一跳是0.5 代表他跳一檔 當沖客跳一檔他就賺錢了 可是如果是2603的長榮 他要跳三檔才能夠賺錢 那代表什麼 代表大家還是喜歡短線的一個交易 所以你也認為異高人膽大的 做當沖其實比較少看不掉 而且現在疫情又不穩定 那當然是短線超說會比較好 但是我要問一下院長 院長剛剛說盲沖 你現在就不能盲沖 因為現場有圈有差 我投資大部分都是長線來投資 因為大概甚至可以到20年的時間 你說真的假20年 你報什麼股票20年 台積電從50幾塊 那個民國89年的時候 50幾塊 那院長你不用去看病了 那個 還是不要讓我家人知道 好 謝謝 不要讓你家人知道 今天播出來照電報了 我不會讓他看 我不會讓他看 不讓他看 所以說到台積電 你看院長報台積電 50幾塊 報了二十幾年 重點是老婆不知道 所以我們來談談台積電 台積電呢 大家都愛他 美國說你一定要來設廠 雖然我們去設廠 但他沒有給我們疫苗的授權 沒有給我們專利授權 給了三星 這實在很優秀 那現在日本說 我也希望你來設廠 看起來哪像有樣 因為在今天傳出 日本政府積極促使台積電 和Sony的結盟 希望能夠在日本 設立一個 二十奈米的晶片廠 那有可能 但是我說實在 日本的算盤很厲害 日本怎麼說呢 台積電跟Sony合作對不對 Sony出什麼 出土地 出廠方 我們台積電出什麼 出製程 出技術 怎麼會算 對 所以台積電現在的壓力 來自於三個地方 第一個美國 第二個日本第三個歐盟 大家都要台積電來設廠 所以台積電 除非像牽手環林一樣 不過日本政府這次來應的 他不是邀請 他是促使你趕快來 我已經幫你配對成功了 你就直接來跟我們的Sony 兩個人配對 來日本設二十奈米的一個晶圓廠 這個製程的晶圓廠 那其實對日本 Sony也拿一些技術來交換 Sony沒有技術 什麼沒有技術 但是我有訂單 我有訂單 晶圓代工可能沒有技術 但它的SIMOS很厲害 對 他有訂單 所以說 其實他這個結合來講 對台積電來講 是穩賺不賠 穩賺不賠 怎麼講 但是技術外流 不一定 你技術know how 你留在台灣 因為要學會不是穿你太簡單 所以理論上來講 他也沒什麼在怕 對日本來講 這是日本四十奈米以下的第一座 你剛剛講的沒有錯 投資一兆的一個日幣 那剛好美金差不多九十二億左右 其實不說太大金 但是對瑞薩最開心 因為瑞薩CIS本來就台積電在台港 你現在來設我日本設工廠的時候 我就直接給你 我們就很麻煩 那對三星來講 我跟蘋果一年要買的那個 SIMOS 對他來說就要四萬匹你知道 四萬匹 對台積電來講 我還沒設到四萬匹 我就已經訂單在那裡 因為我們兩個好合 對Sony來說 對Sony來說不是三星 所以Sony一年 跟蘋果的SIMOS訂單了四萬匹 這四萬片他會下單給台積電 對 所以訂單 已經運了 對運了 所以說這開了就賺錢了 所以對台積電來講 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但是我們去設廠 我也有這個訂單 我們在台灣做也是有 那沒有 是啦 你現在問題是日本 因為他為了他國內的穩定 他現在怕台海的一個 所謂地緣風險 就是你跟他斷貨我就害了 因為整個他未來二十奈米 不是只有手機在用而已 包括機械 包括汽車 汽車就占14% 我們頭頭 我們所有日本的都看你 不是只有Sony而已 所以其實他還有家電 Sony也是家電大廠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未來這個廠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來看CMOS的一個市場 那對整個Sony來講 我全世界我是最大的 第一名的 但是後面的三星二十九% 已經跌過來了 那CMOS包括CIS這個部分來講 在今年來講全球的一個估算 差不多470億美金 那麼到2030年 10年以後是143億美金 所以它的成長是三倍 10年成長三倍 所以這個市場非常的大 我們來看一下 Sony的一個CMOS有多厲害 它的一個490的系列在左手邊 那右手邊是其他品牌的 那我們來看在山洞裡面 那個照相出來 還有出山洞的時候 不會馬上讓你那種感覺不一樣 它特別清澈 旁邊就霧霧 對 你有沒有覺得旁邊就霧霧 它就比較清澈 對…另外你出來的時候 那個感光不是一下子就暴增嗎 它也不會讓你覺得很刺眼的感覺 那看起來就很鬆懷你知道 不管你是在車裡面用 或是說你真的遊戲機 你用頂頂都很舒服 所以Sony它今年還有一個800系列 那都比較厲害 它的變焦是200倍 它的整個瞬間的一個感受 跟我們眼鏡一樣 是毫秒來做一個比較的 好 那我們回來講台積電 院長的台積電要不要賣 是 那院長台積電還不用賣 如果說我賣什麼我賣 它那個是零成本的 因為二十年它已經領到 配夠了 它的成本是零 不是55塊 所以院長心裡面 不要有55塊的那個干擾 它完全是零了 那我們看台積電剛剛來講 全世界第三名對不對 問題是它的毛利率五十幾% 第一名第二名的毛利率 沒有那麼多 所以理論上來講 這518我要發 我們一直說518我要發 所以我要發這一檔股票 不用怕只要600塊以後 你就慢慢買很多的小白 乾脆不然你來請院長這樣 買下去 我們不要說放幾十年 只就未來三年至五年沒問題 一張不賣奇蹟自來 對台積電 也是可以放在台積電身上 我們回來看疫情 疫情大爆炸 醫療崩潰在即 我們確實擔心 因為在今天新增了302 本土331 開始有醫護人員發出 SOS的求救聲了 穿上那套衣服 面具以後 就真的是12小時 我中間有喝過一次水 花了10秒吧 萬兵去 1000CC的水 就這樣一次 然後再來脫下衣服的那一刻 已經12小時後 才去尿了 第一次的尿 脫下來那一刻 真的已經快斷氣了吧 我的知識告訴我說 我們如果要等到8月打疫苗 而且是要打國產疫苗 我覺得這等於國運堵在一個不可知的 就是把國家的命運堵在一個不可知的問題 一個期望上面 我認為這個狀況要撐到8月撐不下去 要死傷慘重 柯文哲說疫苗8月如果到8月才來的話 恐怕會死傷慘重 我們來看醫護人員的SOS 他們發出了什麼樣的求救聲 我們來看 聯醫崩壞在即 基層醫護向社會求助 這是醫護人員寫的 他說現在在醫院有四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 急檢爆了 病房滿了 病人源源不絕睡在走廊 第二是 匡列接觸者速度太慢 擴大感染風險 他說甚至於有醫護人員 他所照顧的病人是確診 到第7天之後他才知道 確診後7天才知道 為什麼 因為我們篩檢的空窗期太長了 匡列接觸者的速度也太慢了 第三個現象是 院內感染資訊不明 已經造成院內群聚 據說院內有醫護人員感染 連院長都不說 院長只可以不說 那搞不好他是我的同事 我每天還跟他在一起 所以院內資訊不明 第四個情況是 急檢需要固定人力 而不是流動支援 據說現在急檢忙翻了 所以什麼行政人員也來支援 別的課也來支援 問題是隔行如河山 跨科如跨山 所以他說這些人來這邊 他們也不知道幹嘛 那我們也不知道要幹嘛 所以大家都很尷尬 反而增添麻煩 所以院長來講一下 現在醫療的情況 現在我們提到說 醫 崩壞 醫療崩壞就像股市一樣 都有些指標 第一個我們看看 最近從五月十七號 院長下次我們講股票投資 邀請你來解說一下 我非常樂意 我還要學習 跟大家專家學習 因為這樣的指標 第一個我們從五月十七號開始 大量暴增大概 每天大概三四百例 到現在十天來看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 稍微有點 比較有點把握 就是說雖然這十天的話 我們每天暴增的量 這樣的協力 稍微是往下走的 所以剛才菁姐有提到說 第三級 你叫我菁姐 你叫我公幹嗎 菁妹 菁妹 從這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我們的 無論是本土的個案 或者交證回歸的個案 這樣從這十天來看 這個協力是稍微往下走的 但是問題是 醫護人員發出SOS求救 這個問題有另外一個 因為它發生確診個案都在雙北 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在雙北 這個是可以看得出來 真的是這樣突然間十天的爆量 無論是在急診在病房 甚至在家屋病房 在人力上面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一般我們一個急診病房 如果有100床 可能只有5床在照顧這個確診個案 可是這樣突然間的爆發出來的話 可能至少要20床以上 所以在人力上面是非常的吃緊 我們的隔離病房 包括我們的專責病床都不夠是嗎 是 這樣的部分 因為大家不要同島移民 雙北有問題 沒辦法課 我們其他縣市 其實目前中央都在做這樣的調配 北病難送 北病難送 第一個我先跟大家說明 我現在從桃園過來 現在大部分有百分之十以上的雙北的 已經開始在往我們桃園來送 有的部分也是往中部來送 所以從說 他們會認為是崩壞的前提 是因為現在全國的這樣的量人還OK 不過問題是說 怕如果有再次確診個案一直這樣暴增 從三百六百升到一千的部分 都會相當的緊張 所以在衛福部 在上禮拜就開始針對所有全國的病房 裡面針對急性病房的百分之十 拿出來來做這樣的確診的個案 所以在這方面也透過這樣的機會 跟聯誼的我們的夥伴們 加油打氣 加油打氣 好 那是院內感染資訊不明嗎 院內感染部分 第一名就有醫護人員確診 為什麼不告訴他的同事 因為這個問題可能出現兩個 一個就是我們在做快篩 一個是要做是不是做快篩 因為或是做我們現在所換成的PCR PCR然後再做準確的話 再做校正的話 時間可能會有兩天以上 這樣會有時間上一個落差 那這個時間差會變成破口 這有可能會破口 所以這段時間我們再加速先從其他 包括我們自己醫院開始 我們先從快篩開始 快篩的話也半個小時就知道 快篩如果在PCR確認之前 他沒有明確的答案的話 那快篩的意義是什麼 因為你應該照理說你快篩之後 你就應該先想辦法讓他做 某種處置和隔離 快篩的意義如果發現是有陽性的話 我們會更非常的緊張 因為再去做PCR去做確診 所以這段時間等待的時候 我們會把獨立一個空間 醫護人員要好好的保護在自己 所以現在風險是在尾陰對不對 尾陰也有 如果是在 因為你尾陰的話 你就沒有做任何處置嗎 就像我剛剛說 你沒有特殊的隔離 或者特殊的處置的話 尾陰如果比例高 也是一個讓我們擔心 那就是在看整個的盛行率的關係 如果這家 如果所有的盛行率 如果是在1到2%這樣的話 尾陰的情況會比較少一點 盛行率高尾陰就會比較多一點 盛行率指的是 盛行率就是100人當中 有20個人有感染的話 那就盛行率是20% 現在台灣的預估 可能還沒到那個數字 不可能還到那個數字 因為我們增加的力 大概只有300到500這中間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因為需要 趕快做了一件事 就PCR的速度再快一點 現在中央也針對通報的部分 以前要通報二幾項 現在看到只要八項部分 這樣速度我們現在也就快一點 通報的形勢要再快一點 那有沒有像他們SOS所說的 匡列的範圍太小 也就是說可能有一些醫護人員 他的家屬染病 他們其實自己講了這個例子 他說結果因為醫院人力不夠 又叫這些醫護人員去上班 這種情況在業界確實有嗎 這個因為現在就在雙北的時候 他的整個量能其實都已經 都已經真的是超過非常多 人力不夠 所以會有提他的 所謂有非他非流動的資源 就是像主持人提到說 是其他的行政人員 可是行政人員在資源 他非常不了解這個環節 反而另外一個很大的一個風險 所以這段時間我們希望說 有固定的人力 能夠來繼續來做資源 對他們來講壓力會比較小一點 當然在匡列過程當中 在行政程序上面要做一個確診 然後到最後 我跟舉個例子 曾經在桃園有一 單純就有一個公所 有部分有一些確診部分 匡列的人都當將近四五百人以上 這樣的行政程序跟這溝通跟聯絡 跟到最後要去做快篩 或者做篩檢部分 這時間相當要到兩三天的時間 所以這兩三天就有可能 沒匡列到 所以這段時間大家務必謹慎 把每個在你旁邊的人 都當作是可能的感染源 好好的保護自己 那院長你們家裡你們醫院有 這個重症率提高應該看到是 整個的確診個案的年齡 以往在去年的整年 我們看到我們的年齡 就是大概比較年輕的 大部分大概30到50歲中間 然後這一次的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這樣是透過 都60歲以上 因為他的足跡 比如說我們在去萬華 那些足跡還有一些像一些酒店 年紀上面大部分都是偏高為主 這部分會因為有糖尿病 高起來心臟病 所以他的重症率的比例非常高 如果是在其他一起算的話 10%可是他們這些 30歲60歲以上的人一旦染疫 他們的重症率很高嗎 因為我看到媒體談到 重症率60歲以上的重症率 高達將近兩成 這是目前我們統計的 無論在商品或在桃園 我們都發現這樣的現象 100個人如果有確診的話 20%是有重症 20%當中 又有10%是要插管的 不然操管就像這張照片一樣 他整個的肺部裡面 裡面除了水 然後就是一些血液 然後一些跟 我們跟他病毒抵抗的一些屍體 留在那邊 整個衝刺在這當中裡面 所以他根本沒有辦法呼吸 所以這段情況下面 重症接下來的造成的死亡率 其實事實上我們相當擔心 很快 這是急診科醫師科室 所分享的一名確診者的X光片 想不到他是在短短 不到24小時肺部就變全白 換句話他本來是這樣 經過了不到24小時就變這樣 所以整個疫情從一般症狀 或者輕中症到重症的速度很快嗎 這個例子我舉個例子 我們在一家醫院的例子跟我分享 有個病人 大概後來被確診 他剛來急診的時候 他跟你這樣跟你開 甚至有點開心 就是有點開玩笑 聊天都沒問題 這樣走過來 到病房的時候 短短的七八小時 馬上要插管 七八小時 七八小時的時間 所以讓我們覺得這個病 真的是相當的讓我們非常的擔心 所以他會擔心 因為我們有提到說 是所謂的我們隱性的缺氧 就是說民情他肺部已經蠻嚴重 可是他自己都不曉得 所以因為這樣來講一講 七八小時就讓插管的部分 而且這些病人 他們都是在60歲以上抽菸 糖尿病高俠 甚至有些男性的比例 會稍微比較高一點 所以這一場抗疫大作戰 也是在跟時間賽好 是 沒錯 我們幾屆帶您來關心的是 我們來看到產業界大家關心是 這個時候不只是台灣的疫情很嚴峻 許多製造大國的疫情也很嚴峻 這時候包括像越南 像印度 所以開始有些台商說 要回中國大陸 去年不是從中國大陸離開嗎 因為中美貿易戰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竟然又要從海外回中國大陸 對 最近蘋果概念股發現 蘋果的訂單開始大量出來了 台積電的話 有明顯的蘋果有積極下單的動作 廣達因為是MacBook的主要 好像也有接單的一個情況 調表科的話是明年有一滴 股價表現也不錯 但是紅海因為要欠到大陸 成本比較高 因為越南是大陸成本的三分之一 回到大陸成本比較高 所以它的走勢稍微比較弱 最明顯的是累載版的部分 訂單是感覺上最明顯 像真頂這一種 另外的話像普瑞 MacBook的訂單的話 感覺上最近的新聞也比較多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回大陸 印度 我們之前講 塔米爾 杜邦這個地方 原則上它佔印度的三分之二 但現在從4月28號到現在 已經那麼久了 它一天的病例還是有20萬例 所以原則上這個地方的話 還是沒辦法生產 那越南這個北疆省的部分 那原則上從5月18號到現在 大概有500多人 所以原則上目前感覺上 也沒辦法復工 那怎麼辦 那之前為什麼紅海要大量 郭台銘要大量去投資 所謂的這個北疆這個地方 第一個的話 因為這個所謂的大陸的供應鏈 蘋果的供應鏈 包括像所謂綠訊 藍絲 或者是像所謂的海爾 都已經到這個地方了 所以變成供應鏈很完整 一個聚落 第二個當然是比較便宜 因為它的工資是三分之一 第二個你看 我如果在深圳融化場蓋 其實兩個的差別那麼多 但是只要三個小時 這邊7.5個小時 只要一天 交通運輸時間只要13小時 那我乾脆 但是成本差很大 對 那紅海在這邊你看 2019年 富士通的一個 富士港的一個業績30億 2020年60億 今年估計是100億 未來三年內的話 大概超過400億 所以這個地方 現在生活的水準都非常高 大概都是騎摩托車 開汽車 或是開冰式 所以它的一個所謂的國民所得 從650塊到3千塊 650塊到3千塊 對 增長非常多 那我們重點是蘋果的 WDC的會議 6月8號要舉行 這是它的邀請函是嗎 對 那我們來解讀一下 因為每一次蘋果的邀請函 都藏著新品密碼 所以阿文賽 這三個圖告訴我們什麼 理論上WWDC 是所謂的開發者軟體 它這個Emoji的這個圖 它有三個 這一個飲食 飲食 這個是睡眠 睡眠 這個是代碼 那飲食的意思是糖尿病檢測 你吃東西之後糖尿病 然後這個是睡眠指數 睡眠就是睡眠追蹤 睡眠的品質 這個是 代碼是健康追蹤 你健康的APP追蹤 所以他已經告訴我們 他的這個眼鏡裡頭的 密密麻麻的密碼 告訴你的是 飲食 睡眠跟健康代碼 對 另外就是說 WDC以前沒有發表硬體的東西 但是你看 這一個也在看筆電 這個太公輝的筆電 他也在看筆電 因為這次要推筆電 所以他們三個人都在看筆電 我懂了 你看他的筆電 為什麼大家很注意蘋果的筆電 你可以發現 以前M1一出來分數非常高 後來M1X改良型的 他的分數是5200分 比原來多100分 比過去Intel都高出很多 這一次這個筆電 他要推M2 E級那個分數會更高 所以E級他未來這個會賣得不錯 他的MacBook還有他iPad都有配Mini LED 所以今天的話 摩根大通有一份報告出來 他說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他說這個Mini LED LED表面連鎖的一個訂單 這個量他估計會再成長 會再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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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2021年會比原來E級的成長50% 所以比E級好很多 然後2022年的話 估計會再成長 再成長 再成長 比原來E級的成長四成 所以這個Mini LED 未來可能會賣得非常非常好 你看MacBook的話 過去的話 大概一年1260萬台 現在已經衝到1700萬台 估計還有成長 在個股上怎麼選 因為Mini LED被大部分比較高 所以原則上我們認為 類似像台表科這種股票 層級得滿久了 那最近股價相對 電子股是比較強 因為最近三大法人買了 2618張 那去年賺7塊半 今年大概賺12.9 所以原則上我覺得 這類型股票倒是可以注意 105塊到125塊的話 做曲捐的一個操作